人心不足,蛇吞向,道德品质在下降 修心学佛,齐向上,尽快消除恶业障 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学佛早班车》 师父说,佛法是一种教育,并非完全是宗教 师父还说,佛法是一种使人积极向上,忘却烦恼的良药 接下来,让我们看几则精彩的同修分享吧 首先,这位同修分享道 自己在学佛的路上走过数年,心中对台长充满了感恩 每天看白话佛法,每日为家人念经起伏 爸爸的肠道西肉完全没有了 不用再每年去301医院去接受痛苦检查 妈妈的脑瘤位于脑干敏感部分,已经四年 最近何词,何三十二排检查,竟神奇不见了 这些事实是自己的经历 才明白佛法的可贵,台长的伟大 也更明白自己的心愿,自己的言行 自己如何修正自己,自己该怎么做 感恩师兄的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道 感恩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 感恩大慈大悲的卢君洪台长 感恩各位同修的分享与交流 让我不断精进 我的孩子从小乖巧,成绩也不错 高考时没能正常发挥 考了他高中阶段比较差的一次成绩 没能考上他理想的大学 上了一所他不怎么喜欢的大学 在上大学的第一个学期 孩子出现了一些妄想,说些胡话 去医院,医生说孩子生了精神疾病 这个消息对我们一家来说 就如天塌下来了一样 医生说这是天灾人祸 叫我们不要去找原因 要我们家长接受事实 于是孩子开始吃药 去年十月,我有幸接触到了心灵法门 便开始了许愿、宁经、放生 我的心找到了依托 逐渐明白了孩子的问题所在 我坚信观世音菩萨心灵法门 能救我的孩子,能救我一家 结果如我所愿 孩子的情况得到了医生和老师的肯定 药量在慢慢减少 孩子在一天天恢复健康 感同修的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道 感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感恩卢台长 一门精进,好好修行 我跟着卢台长学佛两年多了 也没有打过台长电话 就是按照观世音菩萨心灵法门 念经放生加许愿三大法宝去做 坚持念小房子 不知不觉我夜里心慌心跳 常常憋醒的毛病没有了 颈椎病也没有犯过 血压也正常了 身体也越来越好 我真的庆幸遇到了大慈大悲 卢君洪台长 遇到观世音菩萨心灵法门 使我有了依靠心里非常踏实 感恩 感恩师兄的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到 感恩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摩河萨 感恩大慈大悲的卢君洪台长 感恩东方台秘书处同修的心情付出 上周一我接到以前同事的电话 他同学的母亲摔跤头朝地 在重症病房昏迷不醒 情况危急 我按照心灵法门佛学问答 第82问方法告诉他 并且许愿内容得到 东方台秘书处的指教 他们第二天就去太湖放生 周末再去放生 昨天获得消息 他母亲的病情稳定了 而且不用做手术了 心灵法门救苦救难 真实不虚 感恩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摩河萨 感恩大慈大悲的卢君洪台长 感恩各位师兄平时的鼓励指教 分享结束 如果有不如理不如法之处 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慈悲原谅 同修自己的业障自己背 无让师父背 无让师兄们背 接下来 让我们一起来听师父讲一个小故事吧 有一个年轻人去请教禅师 问他如何做人 这个禅师说 你看看我 再看看你自己就知道怎么做人了 这个年轻人说 师父 我怎么看您呢 禅师说 你看我有几个脑袋 几个眼睛 我的耳朵 鼻子 嘴巴 我有几个手 几条腿啊 年轻人说 师父啊 每个正常人 只有一个脑袋 两个眼睛 两个耳朵 一个鼻子 一张嘴 和一双手 还有一双腿 禅师说 你知道 他们是用来干什么的吗 青年人说到 脑袋 主要用来 是思考的 眼睛 主要用来 是看的 耳朵 是用听 鼻子 要呼吸 嘴巴 主要是 吃饭 和说话 手 要拿东西 脚 是用来 走路的 这个禅师听后 哈哈大笑 他说 小伙子啊 脑袋 长在人的头上 人 是用脑袋 让你来 好好思考 天地 万物万事的 脑袋 主宰 人的 一生啊 人 只有一个脑袋 所以 必须 凡事 要 三思而后行啊 人就是 没有思考 自己的因 所以 才会 接受 果报 谨言盛行 才能 把握 美好的 人生啊 人 有两只眼睛 因为 两个眼睛 都是平行的 他告诉我们 做人 应该平等 看人 平心 看物 人 要 睁开眼睛 眼看 四面 八方 你要 看清 这个世界的 真谛 你 才会 有 悟性 人 有 两只 耳朵 为什么 一只要 长在 左边 而一只 要长在 右边呢 因为 菩萨 让我们 要 倾听 来自 正反 两方面的 声音 叫我们 学佛 做人 不能 偏听 偏信 一面 之词 你才能 正确的 理解 这个 世界 人 有一个鼻子 两个鼻孔 主要是依靠他来呼吸和吸收天际间的新鲜空气 还有一个鼻孔就是让你来释放心灵的废气 人有一张嘴巴不能光用来吃饭而且也要用来说话 人必须吃尽人间的甜酸苦辣你才能真正的了解人生 记住了 病从口路或从口出 他告诉我们说话要谨慎 做人要稳重 你才能在人间四平八稳啊 人有两只手 人有两只手 一只手用来劳动创造 还有一只手是要你把握好你已经拥有的财富 不要让它丢失 人要把握好机遇 抓住时光 珍惜一切 你才能拥有美好的人生 人有两条腿 人不仅要走前人走过的路 我们更要重新开创自己的人生之路 一个腿往前 一个腿在后面跟上 这就是永远走路要一前一后 而不是两个腿平着走 那就叫跳 所以要跟着前人走 自己后脚要努力 这样才能达到你人生的最高境界 这个青年非常的心情舒畅 大师你这番教诲使我毛塞顿开呀 感恩菩萨 感恩师父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 让我们再一起听师父的几句 佛言佛语 戒定会就是佛法当中的经典 戒这味药有点苦 但是良药苦口利于病 戒行严利利于修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学佛早班车的内容 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元气满满迎接每一天 加油吧 学佛人 同时也期待明天同一时间 与您在这里再次相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明镀需要您的支持 washed